澎湖海洋生态孤节 气地环境变化也是重要因素 水产试验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除了放流之外 并着手进行气地环境恢复工作 在湖西红罗西雨大国夜海域设置的人工枣床 培育马尾枣 并放流海洋梭子蟹 大眼幼虫 人工枣床培育计划 自去年11月底利用了中国半叶马尾枣 枣苗 以无性生殖方式进行枣场建制 面积达240平方公尺 经过了4个月之后 已形成了枣床 平均覆盖率高达80%以上 栖息附着的生物种类以及丰富高 其中麦杆虫、变桃虾等 都是自然生态链基层的一环 对海洋生物幼稚的效益具有成效 像澎湖沙县的一个资源 其实是资源是越来越少 那因为它的经济价值也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所以像 加我们现在的一些观光游客越来越多 所以它市场的消费也越来越大 那所以往往就是这些资源就是比较不足以让我们来利用 但今天我们做的部分主要是 泛流的那种蟹苗的阶段是用大饮幼虫 那什么是大饮幼虫 就是说它那个盘蟹它孵出来的时候 这些幼生红它都是属于虎油鳍 那虎油鳍它快要到那个变态变成制蟹的时候 它会变成所谓的大饮幼虫 那所以我们这是用找船的部分 就是它用它自然扩散的一个方式来操作 根据了解 2015年开始 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已经放流了将近百万伟的沙蟹苗 但以往培育至制蟹才放流 长鹰蝉食率过高 育苗成本水质增加 数量大减 因此今年改与农育局种苗繁殖场进行合作 提早于大饮幼虫阶段 将五万伟的幼苗放流至人工造床上 希望借由草床上丰富的饵料生物 提供泄苗的食物 多层次立体空间和遮蔽效果加的草体 都可以降低蝉食率 进而提高放流的效益 记者 陈荣豫报道